联体人世界上还是有少数人的存在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联体姐妹 今年有46岁 他们从出生的时候就共同用一个肝脏和生殖的器官 心脏和肾脏还是各用各的 在他们有十几岁的时候 他们的爸妈狠心抛下了他们 走投无路的两个姐妹最后被一家马戏团收养 每天的工作就是在马戏团表演 这也是他们生活中的唯一的经济支撑 姐妹两个在马戏团认真的工作 希望能整到全能阔上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 他们没有想过爱情会来临自己的身边 不敢想象自己将来能拥有一个丈夫 不敢决定的资源 到你后来将过日子变得更多 最后是他手朵的 还手朵的 在马戏团表演 相对 三国 下来 小湖 下来 小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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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